大家好,我是飯店主廚李明倫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西西里野菇鮭魚卷 我們所用的材料有生食鮭魚、生香菇、杏鮑菇、大蒜、洋蔥 醬汁的部分我們有鮮奶油、青醬、黑橄欖、小番茄、蛤蜊高湯 現在我要為大家介紹這一道西西里野菇鮭魚卷 生香菇、杏鮑菇、切絲 先將我們的香菇煸香 炒到香菇的味道出來 那我們利用這個時間切我們的鮭魚 一樣切薄片 我們在鮭魚上面撒一點鹽、一點橄欖油 將炒好的香菇擺盤 香菇、杏鮑菇放在鮭魚上面 將鮭魚捲入 現在我們要放入烤箱蒸烤 180度3分鐘 接下來我們要做鮭魚的醬汁 那我們現在開始切洋蔥碎 大蒜碎 我們現在先汆燙一下滷水 倒入水 加點鹽、加點橄欖油 好,現在水滾了 我們先將我們的蘆筍擺進去 汆燙 蘆筍不用燙太久 因為燙太久它就會變顏色 現在另外起個鍋 炒我們的醬汁 鍋子熱的時候我們加一些奶油 奶油融化之後我們將我們的洋蔥 大蒜 等大蒜跟洋蔥炒香之後 我們加兩匙蛤蜊高湯 鮮奶油 我們現在調味 鹽、糖、青醬 在滾的時候 再勾一點芡 最後熄火 加入小番茄、黑橄欖 這就是我們今天所做的青醬 這是我們剛剛燙的蘆筍擺盤 攪好的鮭魚捲 最後淋上我們的青醬 這就是今天為大家介紹的 西西里野菇龜魚捲 那這個很喜歡的 這個家裡對他有一個有趣的 你可憑 下一個財